不好意思,我刚听到你说身不如死 那因为我们没有身体上身不如死的状况 所以想请问你 其实身不如死不单单是身体的痛苦 其实最重要是反应心理上 尤其当一个人健康出了问题的时候 他的健康是让你第一个无法入眠,无法睡觉 而且不能抓,不能碰 然后甚至嘴巴的肿上是不能吃东西,也不能说话 然后连喝水都会痛 当这种感觉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美观 因为人都是爱美的 你根本没有办法在外面工作 然后你也无法见人 那当然这些是歧视 而是在你外在的状况之后 你的内在其实是完全颠覆 而且内在是完全冲突的 那个内在的是什么 就是除了心灵还有健康 还有身体上的器官 那那个心灵上 心灵上就是我这么生病 我要花很多的钱 当时就面对经济的压力的时候 经济怎么来 你又想要照顾身体 可是要花费庞大的医药费 可是经济的负担 却让你觉得 你就一了百了死了嘛 可是你要死了 你就觉得还有 事实上还有很多的亲人家人朋友 所以那种情是很难割舍的 那当然还有就是工作 工作上就是有很多人对你的期许 有很多人的期待 你好像要扮演一个就是 我觉得生病的人怎么办 就是要把所有的东西都丢下 当你这种丢下的时候 其实单单影响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公司的运作 一个很多朋友的生意 包含自己的小孩 他可能会紧张是去妈妈的照顾 那所有所有的牵挂 所有的包袱 还有亲情的呼唤 你那时候会觉得 你想要快乐也快乐不起来 所以当然每个人都有 他心中最想完成的事情 当你发现 如果自己的身体一蹶不振 再也没办法恢复 像以前这样 甚至不要说吃美食 连你想要吃三餐正常的饮食 都有困难的时候 两最基本的生理需求 想睡觉的时候都不行 其实那个时候 是会把一个人 所有的斗志都是会摧毁的 所以这种的生不流食 我相信应该是 所谓的爱莫大于心死的绝望吧 当然这种绝望 你的过程当中 如果人有一天 你看到了希望 就是从大自然里头去领悟 夹缝中的一小一颗 一只小草 一株草 然后看到了这个 一个小小的生命 它都要再继续存活 在大自然的时候 那时候过程当中 就会让你重新燃起希望 所以这不如实的过程当中 我从大自然的领悟里头 体验到一段话 快乐永远不是真正 真正的快乐 不会永远的一直快乐下去 痛苦也不会永远一直痛不下去 人生原本就是无常 这些的快乐接近 跟痛苦接近 都是来体验生命 谢谢 我想知道说您得了这个 类红帆性的 红帆性郎昌的这个病 那当时你有寻求过 西医医药的帮忙吗 有啊有啊 那那时候的 其实我的病症还不至于是到被判读 是红帆性郎昌 它因为红帆性郎昌 必须符合四种以上的药素 但是呢 我已经包含了三种 但是如果说我的体质 跟我的生活作息 包含健康 再不去注意 它有可能就会产生 更严重的病变 那时候就是很完完全全被判读 判定是 但是我 我唯一有一个非常符合红帆性的 呃两个要害 就是两个要点 一个是我的血液是ALA的阳性 一个是我味光 就是我非常的 因为红帆性郎昌有的是怕光 对 然后 所以这 当然还有其他的 关键的 我们的 我们的一些科 医学的科技指数 那 呃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更加的紧张 所以我就在这个时候选择了 赶快自己 疗愈自己 自己 救自己 透过了自然医学的方式 去照顾自己的身体 所以我可不可以说 听起来你似乎并没有真正经过西医的治疗过 我 我经过西医的治疗是 我到了仁安医院 他开药给我吃 他们还是有开 因为当我身体很多红帆的时候 他们唯一给我擦的就是肋固醇的药 然后第二个就是吃的就是 呃 我们有一些西药的药物 那个药物都是让我们能够先暂时止住的 所以那些药物上面都有英文的学名 我上了去查英文的学名 几乎它都是肋固醇和抗生素 然后所以在这样子的西医的治疗的过程当中 就是给我吃肋固醇和抗生素 它只是让我止痛止痒 甚至让我短时间不要有皮肤上起红症 但是我这种的现象是 各位可以想象吗 两个月长了八次的额口疮 然后每两天皮肤就犯一次 几乎是天天 那那种日子是很难生活的 对 所以你每天 别人看到我都是 嘴唇都是肿 而且要擦红 擦药膏的 我吃了很多的克泡丁 大概不下两百克以上 因为我只有今天八作 我当下次吃克泡丁 我明天就会抑制下来 它就不再肿 但是我一旦不吃的时候 它就马上会肿 而且一肿就是一个疗程 一个时程就是七天 那当然那七天之内 你是非常痛苦的 就像一个气球一样 好像一根针 一次它就破掉 整个嘴唇都是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就会查 克泡的药膏 克泡丁的药剂 可是除了这个 还有去亚东 仁爱 台大都是拿那些药 不是那些药都是只能让你 短暂性的舒适 但是它不能够让你真正的疾病 所以实际上你是有做了两个月的治疗 不止两个月 应该是有三个月之久 有三到四个月之久 三四个月 听起来跑了不少的医院 对 我后来就放弃了 我放弃西医 我就寻找了自然医学 包含到湿地检测 毛发检测 包含到了十二经络 包含了看食物疗法 就是透过各种的自然医学的方式 去疗愈自己 这样子 所以我发现 当我用自己的自然医学 疗愈自己之后 我发现它恢复的身体状况 非常的快速 这样子 那请问一下 这三四个月的 西医的疗 治疗过程 后来你改成中医 这不是中医吧 自然疗法 所以你有寻求中医的协助 有 我曾经有去找过中医 那中医的话 其实它也算是温和的 那中医的话 其实它是透过我们 它了解我的 为什么会有皮肤的红白 它有透过中医去发现 我身体的一些 五上六腑的皮丝 血热 然后包含我的胃盘 包含我的身体上的比较 在中医理论来讲是比较不及格的 那当然在中医上面 它有帮我做调整 那当然中医的调整也是一样 它有吃它的科学中药的时候 我就得以改善 那如果说我一旦停下来 它又开始 其实整个的恢复过程 其实最重要是还是一样 透过自然医学疗法 透过排毒 透过食物 透过生活作息 最重要最重要是透过心灵的放松 那心灵的放松 谈起容易 做起很难 但是这个真的需要 需要在人生里头 有很深刻的 洗尸跟体悟 才会体悟得到 这样子 所以你是西医做了三四个月 中医是一起合并做呢 还是做完 所以你做完西医做中医 对 西医完中医 中医做多久 中医做两个月 然后你也发现它是反复在 对反复 可是我中医做的过程当中 就已经有跟自然医学一直搭配 所以我自然医学跟中医结合 是比较吻合的 因为中医它没有放那些 就是抗生素跟内固醇的东西 对 而且我选择中医那家医院 是非常历史悠久的中医诊所 然后也是我们长期的家庭医师 然后他都是用拔脉 跟诊断我的体质 那其实我这个中医 并不是完全在治病 有一部分也是在改善我们真正的体质 它很温和很慢 但是它不是像西医那么快速 那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 我的中医师告诉我说 最重要是要我多运动 把汗也要排出来 多放松 然后多让自己生活做起正常 然后连中医师也是告诉我 在自然医学的部分要多下功夫 所以你在做中医 放弃了西医以后做中医 那中医大概做多久 你就完全没有用中医了吗 还是做两个月以后 我一直都用 事后就一直用自然医学的方式 来面对我自己 那大概是做了 你说做了五次吗 五次大概是做了多久 五次有半年 六到八个月 六到八个月 OK 那六到八个月以后 就完全就没有复发了吗 还会 就是当我又 当我又非常的 生活做起又熬夜的时候 还有就是情绪 如果有面对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那个礼拜或是当天 它一定又会有起疹子 可是当它起的红班的时候 它不再像过去 这么的 这么的严重 而是比较轻微的 那因为已经知道如何跟它相处 而且也知道原因是在哪里 所以当下的时候 会告诉自己说 其实红班或疹子 它是一个警讯 它告诉你说 哦 你该休息了 你该放松了 你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 然后该注意自己的睡眠了 所以每当这样的时候 我就会更加的警讯 总而言之 有这样子的症状不是坏事 它反而对我是一个好事 因为我还得感谢它 因为它并没有让我到 已经是肿瘤好几公分 甚至末期了 而是我现在算是 只是一个症状 而且这症状只是让我死不了 可是也不会很快乐 可是慢慢的去改善它 就跟它共存 变成好朋友 所以我们是感谢它的 当我们用感谢的态度 对待它的时候 很奇妙的是 它也不再用这么激烈的 去攻击你 因为免疫系统 他们会 它会 免疫系统失调 免疫系统被破坏 它是分不清楚 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 它只要有一个外来的侵略物 它就马上来攻击 攻击自己 攻击自己 所以当我慢慢的放下的时候 其实那些东西 它就会慢慢的懂得 原来我们是自家人 不要攻击自己 所以它很快就会退下 所以反正现在 变成是要感恩它 我可以请问一下 你最后一次感恩它 也就是它最后一次发作 是什么时候 多久以前 是轻微的还是严重的 轻微的多久 严重的多久 严重的我已经很久没有了 很久是 有半年以上了 大概有七八个月以上没有了 很严重就是让你 又生不如死 对对对 想要抓啊 破啊 找到就会很严重 而且嘴巴会肿到 没办法吃饭 所以讲话 喝水都没办法 那现在轻微的话 应该是在一个礼拜前 因为我有一些要感恩 所以今天有三天睡眠不足 甚至晚上睡觉还在 又回到过去的习性 在思维在过去的一些工作上 哪里都没有处理 至我要求完美 然后所以那时候又开始起诊子 然后当然这个过程当中 又姐姐 啊不行不行 我不能这样子 所以又慢慢的调回自己的生活作息 然后又回到乡下 假日回到乡下 去爬山啊 去运动 去看看植物 种种花 种种草 所以听来乡下是指 你回到乡下是 所以你现在有两个家 一个是在压力锅里面的家 是在哪里 我一个是在宜兰 我一个宜兰的家 那一个家 其实在台北只是占住在亲戚家而已 是 然后家还是 因为工作的关系会来台北 然后平常都还是居住在宜兰 好的 所以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 这是非常好的讯息 让大家知道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OK 谢谢你的那个分享 好 谢谢 谢谢